大家好,欢迎来到庄子门徒,那我们继续天地篇 百年之木破为西尊,清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 生长百年的树木被砍下来,做成祭司用的九尊 用青色和黄色,画上花纹,剩下的段木就被砌制在山沟里 比西尊于沟中之段,则每二有见乙,其余施性一也 拿金美的九尊和山沟里的段木相比,它们的眉丑是有差别的 但是同样失去了,丧失了施木的自然本性 金美的九尊跟山沟里的段木本来都是同一个树木长出来的 只是有一部分你拿来做九尊,其他就把它丢到山沟里 本来是一样的,经过处理之后,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没丑有差别,但是同样丧失了树木的自然本性 本性是什么?本来就是长在那边的树木啊 这是拿树木来做比喻,接下来讲人 职与真实行义有见义,难其以失信均也 如果我们拿人的道职跟真生死丘相比 他们的行为好坏是有差别的 但是他们都同样丧失了人的自然本性 这一点是一样的,失信是相同,失去本性是相同的 好坏是有差别的 接下来,进一步阐述人丧失自然本性的五种情况 且服务失信有五 一冤,五色乱木,使木不明 这是眼睛 二冤,五身乱耳,使耳不充 这是耳朵 三冤,五袖熏鼻 困中中嗓 这是鼻子 四冤,五味左口,十口爽力 这是舌头 五冤,去舌骨心,使性飞扬 这是心 此物者,皆生之亥也 有没有 眼耳鼻,心经讲的 眼耳鼻舌,生意 这边讲到了眼耳鼻舌意 这五个 人,丧失自然本性有五种情况 第一个是眼睛 五色 青黄赤白黑,扰乱的视觉 有没有,视觉 让人眼睛看不清楚 第二个是五身 五受五身 公伤觉知语 跟现在的斗瑞频发收拉不一样的系统 扰乱的听觉 让人的耳朵听不明白 第三个是五袖 五种味道 就是 山熏香心腐 五种 熏坏的嗅觉 让鼻塞奶呼吸 第四个是五味 酸甜苦辣咸 老乱味觉 让人耳口舌 大受损伤 第五是 取舍得失 会老乱心神 让人本性上下浮动 这五种情况都会危害人的自然本性 眼耳鼻舌意 这五种情况 都会失信 丧失人的自然天性 而 阳莫乃使离弃 自以为得 非 无所谓得也 福得者困 可以为得乎 则 揪消之在于荣也 亦可以为得已 说啊 阳术跟莫迪他们 还在标心利益 阳术莫迪都是 庄子之前的人物嘛 自以为有所得 但这不是我所谓的得 有所得的人 反而受困 可以算是得吗 如果有所得的人受困 也可以算得 那么 班纠跟猫头鹰被管在笼子里受苦 也算是得了 他们得到笼子 也算是得吗 且服 去舍生舍 以财其内 疲便 欲贯 敬户 生修 以约其万 内之云于财杂 外众 末角 缓缓然在末角之中 而自以为得 则是罪人 交臂立指 而虎炮在于 囊见 亦可以为得以 再说啊 让去舍 深色的欲望 像木材一样 塞住内心 财其内 你想象一下 木材卡在你的内心 那不是全物 庸塞住了吗 让皮帽 雨冠 玉板 宽带这些礼服的装饰 约束外表 里面跟外面 通通卡住 内心堆满了榨满 内之云于财榨 外表有绳索 重重的束缚 末角 这些帽子啊 玉板啊 宽带这些束缚啊 眼睁睁的被困在绳索之中 还自以为有所得 那么 如果这样你觉得有所得 有皮帽 皮便 玉冠 禁户 就是当官的嘛 穿着官服啊 然后戴着官帽啊 你觉得这样有所得 那么 犯人被反绑双手 夹住手指 交臂 立直 反绑双手不是交臂吗 立直夹住手指 或者是虎豹被关在笼子里 胡在囊见 那也算是德啦 对吧 这一篇讲的就是 德与施啊 怎么样算是德啊 你如果被困住了 这算德吗 百年之木 破为西尊 清皇而闻之其断在沟中 彼西尊 予以沟中之断 则每二有见乙 其余失信 一也 直 与真实 行义有见乙 然则 难其失信 均也 且服 失信有五 一冤 五色乱目 使目不明 二冤 五身乱耳 使耳不充 三冤 五袖熏鼻 困中中赏 四冤 五味着口 使口爽 利爽 五冤 去者古心 使信非羊 此物者 皆 生之亥也 而 阳末乃使敌弃 自以为德 非 无所谓得也 服务 得者困 可以为德乎 则 揪消之在于荣也 亦可以为德已 且服务 去者生涩 以财其内 疲便 欲贯 敬户 生修 以约其外 内 之淫于柴杂 外 中墨角 缓缓然在墨角之中 而而自以为德 则 是罪人 交臂力指 而虎豹在于囊剑 亦可以为德而已 生长了百年的树木被砍下来做成祭司用的九尊 用青色和黄色画葬花纹 剩下的段木就被丢弃在山沟里 精美的九尊和山沟里的段木相比 它们的美丑是有差别的 但它们同样丧失了树木的自然本性 今天如果拿道直跟真生死丘来相比 它们行为的好坏是有所差别的 但它们同样都丧失了人的自然本性 然后人丧失自然本性有五种情况 第一 是五色 青黄赤白黑 脑乱的视觉 让人的眼睛看不清楚 二 是五身 公伤觉知语 五身 会脑乱听觉 让人的耳朵听不明白 第三个是五秀 三熏香心腹 会熏坏我们的嗅觉 让人鼻塞奶呼吸 第四 是五味 酸甜苦辣咸 会饶弄我们的味觉 让人口舌 大受损伤 第五是取舌 得失 会饶乱心神 让人本性上下浮动 这五种情形 眼耳鼻舌意 都会危害人的自然本性 而杨朱莫迪 还在标新利益 自以为有所得 但 这都不是我说的得 有所得的人 反而受困 那还能算是得吗 如果这算是得 那么 班纠跟猫头鹰 被关在人公子里受苦 也可以算是得啦 再说啊 让取舌 深色的欲念 像木材一样 塞在内心 让皮帽 羽罐 玉板 宽带这些礼服的装饰 约束外表 内心堆满了材杂 外表有绳索重重的束缚 眼睁睁地 被困在绳索中 还自如有所得 那么 犯人被板绑双手 夹住手指 虎带被关在笼子里 也可以算是得啦 今天我们把天地篇讲完了 天地篇我们从第一讲 天地 讲到吴玉 天下族 吴为而万物化 接着说到君子跟王得者的差别 后来是皇帝渝珠的预言故事 接下来 瑶跟许渝的预言故事讲到 聂缺为人 可以为众妇 而不可为众妇妇 瑶和华丰人的预言 讲到 受妇多男子 该怎么样去处理 与跟博生子高的预言 讲到瑶至天下的时候是 不赏而名劝 不法而名位 接下来讲到玄德 什么是玄德 后来是 孔子跟老子的预言 讲到旺己的这个概念 姜吕缅跟季策的预言 讲到 大圣至天下是怎样 若信之自为 而名不知其所有 紧接着是 汉英报应这个典故 就是子贡跟 仲菜老龙的一些对话 讲到姬氏 姬心 从尊满跟原封的预言 讲到 圣至 德人 还有神人 门无鬼跟 赤章满记的预言 讲到 智跟德的差别 然后是上一讲 讲到道于 然后什么是于 什么是祸 到今天这一讲 施跟德 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把天地篇讲完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